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黄理汉天下》 这条片是一节突发新闻 我想说英国政府刚刚倒破了香港的情报部门 通常我们经常听说是倒破中共的间谍部门 为什么今次是香港情报部门 如何特别提香港呢? 我稍后再和大家解释 大家留意下近期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间谍的提防明显加强了 虽然要做到有效阻止中共干预和渗透 这一点近乎不可能 因为以中共的人力和物力加上它的野心 它发动间谍战 全世界除了印度没有其他国家是挡得住的 夸张地说对于一些小国 中共网军的人数随时多过那些国家的全国人口 所以我有时听到一些人说 美国也没用的 英国也没用的 加拿大也没用的 还有大把大陆间谍和代理人 渗透甚至半公开活动 这些人其实就没想过 喂大哥 难道西方国家什么安全问题都不理 只是防范你中共的间谍吗? 很多国家还要提防俄罗斯间谍 还要盯着一些极端组织 其实哪有那么多资源集中对付中共间谍? 所以中共间谍横行西方国家 一段短时间内都不会有很大改变 不过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调查和拘控 肯定加大了中共间谍工作的难度 多多少少都必然有阻碍作用 刚刚5月13日又爆出英国伦敦警察厅捉了三名男子 引用英国的2023年国家安全法指控这三个男人 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对英国进行外国干涉 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赞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这三个被捕男子 逆阴是慧智良、袁崇彪和特里克特 由字面去看这三个人其中两个肯定是香港人 而特里克特也很可能是华裔 原来5月1日英国警方已经在约克地区捉了11个人 到5月10日其中七男一女被释放 而慧智良和袁崇彪和特里克特被检控 伦敦警察厅的反恐怖指挥官梅菲表示 这三个人所犯的罪是令人担心的 但他向公众保证英国不会广泛受到威胁 也就是梅菲暗示这三个香港间谍主要针对特定人事 不是针对一般英国人 这件事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群组马上封存 我今天收到不知多少这些消息 虽然目前资料还是非常非常少 但有几点已经可以推理到 第一 英国警方特别提及三名被捕人士 为香港情报部门工作 英国警方特别区分香港情报部门和中共情报部门 这样一定有特别含义 本来现在香港已经是中国香港了 香港情报部门不就是等于中共情报部门 我打个比喻等于没有人会特别区分 广州情报部门 上海情报部门 又或者纽约CIA 或者芝加哥CIA 所以我的分析是 今次涉案的香港情报部门 是一个以香港间谍为主 同时专门调查和滲透香港人社群的部门 可以这样形容 如果要调查和滲透 宜英大陆人的社群 又或者盯着大陆留学生 就是中共的间谍部门负责 而调查和滲透香港人的圈子 都是要熟悉香港的人比较好些 所以要由香港的情报部门负责 而英国警方是知道中共这些分工的 今次抓了这三个男人 就是香港情报部门的人 其中逆阴慧智良和原从彪的人 九成九成九肯定是香港人 另外宜英香港人的社群 亦烈烈讨论 5月1日11名被捕的人 都是在约黑地区被捕 很多香港人认为 约黑地区是香港间谍 特别活跃的地方 我觉得这可能性当然有 但未必是重点 我相信这个香港情报部门 有可能只是以约黑为总部 未必只是在约黑地区工作 这可能就会说 为什么香港情报部门 不在伦敦、万车、斯特、百明汉 这些大些城市 设立总部要去约黑呢? 我就觉得以大城市作为总部 他们被发现或被反监视的机会 亦会增加的 反而在人口较少的约黑地区 设立总部在防守方面 即他们防守 就比较容易一些 而约黑地区 亦算是英国的中心点 反而如果总部设在伦敦 你要去爱丁堡、纽加素 这些北部地区 就会比较远 当然了 轮到收集情报 当然是伦敦、万车、斯特 这边的地方 就比较多些 可以这么说 香港情报部门 监视的目标 没错 大部分都住在伦敦、万车、斯特 这些地方多些 所以我估计 今次被警方破获的香港情报部门 应该是广泛监视一般香港人的部门 例如监视一些真香港人的组织 在英国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活动 又或者监视香港的留学生 我相信另外还有些专责的小组 就负责监视一些出名的意见人士 例如罗冠聪、郑文杰等等 就另外一些工作小组去负责 这些专责的工作小组 他们的office 应该就在伦敦 这几点只是目前这么少资料之下的推理 希望迟些 英国警方公布多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真些 不过根据传统 英国警方的口都很密 你也不要期望会有更多资料公布 英国警方不报料 媒体唯有自己去查 我们自己也试试去查 其中一个被捕的人叫袁从彪 他应该就是香港驻伦敦 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应该是同一个人 大概没错 显然香港驻英国的政府机关 已经和中共间贴的部门高度融合 混合了 一般人都很难分辨哪些是纯粹的香港驻英国机构 哪些其实是间谍机构 可以这么说 香港驻英公务员 随时可能具备间谍身份 其实以我个人观察 这个袁从彪应该是大陆子 大陆出生的 因为我查一下他年轻的样子 看到那些相片完全是一个大陆子 我查一些资料 再加上香港也有媒体报道 这个袁从彪原来警察出身 他曾经做过交通总部警司 各位由警察转去做铸伦敦经贸办事处工作 做行政经理本身已经十分奇怪了 这些警察英文特别好吗 特别有外交知识吗 我不觉得 为什么调他做经贸办驻伦敦呢 如果我在英国警方 单单看下哪些人 由警察转做外国办事处的高层 由这条线去追查 已经查到大把东西了 这个袁从彪最近高调的工作 就是帮香港政府在英国抢人材 他曾经呼吁乡议局所谓什么乡身 鼓励英国的子侄回香港发展 甚至去大陆发展 我相信这个重彪肯定顺便 看下这些所谓乡身的子侄 如果不回香港 继续想留在英国 看下如何帮香港手 帮中共手 收集多些情报 赚些外快 又或者渗透下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圈子 看下英国的真香港人有什么活动 及早报料给特需政府知道 所以我前面分析 今次英国警方拘捕这三个人 应该不是专责监视最出名的一帮一线意见人士 而是监视整个英国的香港移民动静 不过当然了 以下袁从彪差佬的背景 而且一直以来 都有不少香港差佬移居英国的 重标他 当然可以联络一下这一大堆人 统筹这一大堆力量 而另一时间媒体又发现 那叫韦智良的人 原来是自称曾经在英国做过军人和警察 亦曾经担任物业投资顾问 这个韦智良有个朵 叫做Peter Sir 很多人都认识Peter Sir 有些人叫做韦 Sir 他有自己的网页 在他自己的网页里面 他就说自己曾经在英军服役过 又参加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 这些战役 退伍之后加入了英国的警队 他也上载过一些穿着英军军服 和警察制服的照片 相信应该是真的 而这个韦智良近期搞投资生意 特别搞房地产 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说一说 其实这个韦智良和原从彪 根本他们除了做间谍之外 亦同时吸引人投资 搞了投资工作 如果我没猜错 因为最近的件事就是帮香港的乡生 那些新界佬在英国进行投资 所以整个英国可能不少香港人 都在租这些人投资 你查一下查一下 可能查到你租那间屋的业主 就是乡乙局某某人都不定 不过我又提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一间屋住 就算业主是乡乙局某某人都不紧 这一点无办法 很难避免 总之香港人在英国做间谍既可以间谍那边有份收入 同时搞投资搞房地产也有份收入 你都不要说不和味 至于另一个被捕的人特里克特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华裔 我还未确定他的背景 只是看到媒体报道 他以前有间公司有个香港人拍档 公司注册的地址是香港清衣某个公屋单位 这次英国警方揭露了这件事 无论如何对宜英的香港人都是好事 一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以后做起事上来 都不敢那么囂张 而香港人也知道英国警方 不会完全不理这些中港间谍 对比来说英国对中共的间谍 态度上比法国和德国认真很多 虽然认真一点不代表可以完全制止 中共的渗透 分开说 今次英国这件事 欧洲媒体都有跟进 当然由于资料暂时不多 报道的篇幅不算很大 真的巧合得这么巧 5月6日路透社和英国天空新闻 都有报道 中共的黑客就成功入侵 英国国防部军人薪酬系统 估计绝大部分英军都受到影响 其中包括27万现役军人 退役军人 和近期退休军人 其中还包括特种部队成员 当中涉及这些军人的个人资料 薪金和银行账户资料 还有他们家人的基本资料 这次被中共黑客入侵 是一间专帮军方提供薪酬管理服务的外判公司 估计先后被入侵两至三次 每次都成功 但是似乎还未下载到资料 似乎而已 可能下载了他们也不知道 总之下个月英军仍然可以正常出粮 出到粮放心点 还好这间外判商的系统 连接不了英国国防部其他电脑系统 否则就麻烦了 这件事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 当然被国会议员骂爆了 而中共当然亦是那一招 就说英国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 无中生有 极度荒谬抹黑中国 是可耻 华阳可耻 然后就出绝招之中的绝招 强烈谴责英方 而英国政界表示 未来英国将会有大选 中共肯定来了来了来了 OK 为什么今次入侵英军的薪酬系统呢 我的分析是 第一 这些外判公司网络安全能力比较低 所以容易成功入侵 大家知道很多大机构出粮 都是外判给银行的会计部门去处理的 这些是很普遍的做法 而找专业的会计公司去负责出粮 效率和成本都比政府部门好很多 所以英国国防部外判薪酬系统 给私人公司处理是很正常的 不过风险就是这些私人公司 网络保安方面就真的可能差一皮 又或者是更容易被间谍滲透 这些公司不小心请到中共间谍 进了公司做内鬼很平常的 第二 掌握到英军薪酬资料 再了解他们的银行户口 自然就很容易找出哪些人等钱花 就可以收买这些军人 大家想想如果一个英军多年来都没得升 又欠落一身债 那中共要收买他们就易如反掌 如果掌握某些目标人物家庭成员的资料 更可以全方位控制这些目标人物 中共不用多的 每一个英军部门收买十个八个 这些内鬼已经够了 要这样做最难就找出目标人物 现在中共黑客成功入侵英军薪酬系统 就已经成功踏出第一步 现在这件事就被发现了 中共一句死口不认又过关 那也没算 5月8日英国《维报》独家报导 中国创立了76,000个假的购物网 向欧洲和美国人兜售的名牌商品 例如Dior Pada 等等 这些手袋都是300-500港元 300-500港元 有的了 很多欧美的蠢人 就以为没所谓 买无牌货而已 没问题 谁知道 给了钱 给了个人资料和信用卡资料 那件货当然不会送给他们 而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那76,000个假网站 是要拿你的大数据 这些假的中共购物网 不止骗到钱 可以继续养住一大班大陆的网军 他们更加可以收集到大量数据 更加知道哪些国家 什么职业的人很想买名牌 而他们又没什么钱买 如果这些人之中 有他们的目标人物 或者目标人物的家庭成员 那就可以了 快立刻收买他们 这样成功率就大了很多 成功机会大很多 这次独家报道是由英国卫报 德国时代周报 和法国世界报 联合进行的 调查就发现 欧美最少最少 有80万人中了招 这三个国际媒体 就查下那些假网站的IP位置 原来就在中国福建 莆田市和福州市的 网络安全顾问摩尔 就向英国卫报表示 数据就是金钱了 今次中共发达啦发达啦 最后跟大家跟进回几句 5月4日 中共的地下警察在法国巴黎 公然就夹了一个叫凌华站的大陆仔回大陆 而这件事法国电视第二台是全程直击 全程报道的 我出片就说了 说法国一定一定不敢出声的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由习近平访问法国 到现在习近平走了这么多日了 法国政府半句抗议都没有 半句都没有 这一点是完全被我讲中了 完全证明我判断是正确的 今次我真的忍不住了 真的要认一次了 来到这里 也就是这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边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很希望大家加入去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的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边 很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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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